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iPhone 16系列预购开跑后,以iPhone 16 Pro Max最热门,不论是美国或台湾市场,9月中旬时预购要等3至4周才能发货。 由于iPhone 16 Pro Max的单价最高,加上需求畅旺,在价量齐阳下,渴望挹注供应链厂商第三季后半段至第四季的业绩。 据了解,iPhone供应链包括组装厂商鸿海、晶片代工厂商台积电、镜头厂商大力光与预精光、功率放大器厂商稳貌与全新、PCB厂商真顶与华通、零组件厂商正威与宣德、电源供应器厂商台达电与光宝等。 苹果全新iPhone 16使用A18晶片处理器。iPhone 16 Pro与Pro Max则搭载A18 Pro晶片,支援Apple Intelligence的AI功能。 新一代相机搭载48MP主相机,新增Capture Button相机控制键。iPhone 16 Pro升级6.3寸萤幕。iPhone 16 Pro Max萤幕则将增至6.9寸,适合爱看影片和玩游戏的用户。 Pro系列沿用钛金属设计,四大配色中以全新沙漠色钛金属暖色调配色,特别引人瞩目。 而iPhone 16采用铝金属机身,新增湛海蓝、湖水绿和粉红三种新配色。 观察目前iPhone 16系列预购的状况,以256G的iPhone 16 Pro Max为例,沙漠色钛金属的新颜色卖得最好。 苹果每次推出新款iPhone,通常只要是新颜色,常常是最热卖的机种。 总体上,属于高阶的iPhone 16 Pro Max与iPhone 16 Pro卖得最好。 由于高阶产品的单价较高,对供应链厂商的业绩益处较为明显,渴望推升供应链厂商的营收表现。 至于供应商的产能,也跟着提高。 例如,iPhone最大生产基地,即鸿海旗下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区人力资源管理总处资深处长方思明表示, 8、9月是传统的消费电子旺季,所以需要大量储备一些人员。 高峰时,一天要接待3000至4000人,全力加速生产,迎接新的智慧型手机。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则预估iPhone16系列8月与9月出货,分别约900万只与1600万只。 今年出货量可从原先预期的8700万只至8800万只,微幅上修至8800万只至8900万只,主要是iPhone16小幅增加订单。 郭明基表示,鸿海仍是组装代工最大供应商,预期生产比重55%至60%。 美系法人估,鸿海占整体iPhone16系列组装代工比重约60%,iPhone16Pro系列旗舰机种出货占比超过50%。 自2022年iPhone14系列开始,苹果iPhone应用处理器路线图便陷入混乱。 因为苹果开始交错推出新的晶片组,iPhone14机型采用前一年的A15处理器,而iPhone14Pro机型则采用更新的A16处理器。 自纳资变更以来,苹果采用了新的命名模式,iPhone15采用A16处理器,而iPhone15Pro则搭载新的A17Pro应用处理器。 今年的iPhone16系列中,苹果的自研晶片战略更加更加清晰。 A系列晶片通过引入A18和A18Pro,在iPhone的标准版和专业版之间进行了区分。 尽管苹果希望强调,A18处理器相比A16有30%的效能提升,但他们却忽略了A17Pro与新推出的A18和A18Pro之间的规格非常相似,且年同比改进幅度也仅略有提高。 根据Tech Insights目前了解到的一些规格,可以看到A18处理器的主要的区别在于更新的第二代台积电三奈米工艺,ARM指令级的小幅更新,稍快的记忆体,以及较低的GPU核心数。 然而,这些三奈米晶片组的共同点,是能够运行Apple Intelligence。 虽然Apple Intelligence的最低硬体要求,主要与D-RAM密度相关,但应用处理器的效能,特别是NPU的效能,对于确保良好的用户体验,至关重要。 在实际游戏效能表现方面,专门为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ro Max提供支援的A18Pro晶片,在效能上比前代产品有了一些提升,尽管苹果为A18Pro和A17Pro保留了相同的CPU和GPU核数。 在此前的报道中,Deekbench 6单核和多核测试结果显示,这款晶片比前代快28%,且与4年前推出的珠面级M1晶片效能相当。 现在,最新的基准测试显示了GPU方面的表现,结果表明A18Pro的速度与较旧的M1晶片相当,同时在效能上较A17Pro取得了领先。 A18Pro能为智慧型手机晶片带来如此巨大的效能提升。 爆料人Vidim Ureal分享的Deekbench U-Metal得分显示,尽管A18Pro和A17Pro的GPU得分相同,但A18Pro的速度仍然比A17Pro快18%,这一差异突出表明,引入架构改进可以对基准测试结果产生积极影响。 A18Pro在同一Metal测试中的另一个成就,是其表现已与M1晶片相当。 要知道,4年前发表的M1得分为32532分,而A18Pro得分为32997分。 虽然A18Pro速度更快,但目前看到的差异在误差范围内,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两款晶片的效能基本相同。 然而,A18Pro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它支援硬体加速的光线追踪,而M1则不支援。 事实上,A17Pro是苹果首款,配备专用光线追踪核心的客制化晶片,而A18Pro在这一领域的速度,居称比A17Pro快200%。 现在,要关注的试地是这些结果,如何转化为游戏效能。 爆料者表示,在亲眼见证了3A级游戏,在搭载A17Pro的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上能够流畅运行后,感到非常震惊。 这意味着A18Pro可能会在保持效能的同时提供更高的震率。 除了得益于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ro Max中改进的散热解决方案,与这次搭载的台积电第二代300米工艺贡献最大。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感谢。